请你请我订阅 母亲 为何不经通报就闯进来呀 你的规矩去哪儿了 女儿一时情急 竟然忘了规矩 请母亲责罚 不过 这有比女儿更不守规矩的人 不知 母亲要如何处置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怀疑 续日宫有人违背宫规 私相授受 尽是胡言乱语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女儿有没有胡言乱语 您亲自去瞧 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站住 你故意引我到这儿来 到底有何目的 李女官 你不是一直想要调查 使团遇袭的真相吗 我就是想要告诉你 你不要再查了 你继续查下去 对你没有好处 你把话说清楚 事实上 我并非是负责断后 可是 当夜刺客来势汹汹 我心里害怕 我便先行躲藏 没想到途中我撞上 你到底撞上什么 我亲眼看见 臣父是为人所杀 我已经按照约定了 杀了李不韦 马上安排车马送我回赵国 臣大人放心 臣父是杀了吕不韦 又被人杀人灭口 请你立刻跟我去见王上 我 不 我不敢 能唆使臣父是杀人 即使承认 我不能 你 母亲 您可都瞧见了 这蓄日宫女官深夜与人私会 这次可是罪证确凿 你给我走 王后 哈岚有重要事情禀报 王后面前 还不将使团遇袭的真相说出来 王后 我 我 快说话呀 王后 我万不该跟女官苟解 可是 我这也是情不自禁啊 王后 求王后恕罪 王后恕罪啊 你说什么 既然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当众揭穿 又有什么必要隐瞒 王后一向对你宠爱 要不 我们一起求求王后 让王后饶恕我们 放我们出宫好不好 王后 今日二更时分 此人鬼鬼祟祟出现在蓄日宫外 我察觉后宾立刻跟了上去 他声称 知道使团遇袭仪式的真相 想立刻向王后禀报 你 你这个女人 竟然想脱罪 自生如此歹毒 什么使团遇袭 什么真相 王后 我只是因为卫生 从未出过邯郸 长安王后 求王后放过我 虽说宫中早有言训 男女不以礼交者 男子去世 女子幽闭 可是浩兰呀 母亲向来心疼你 就算你真的犯了错 看在往日尽心伺候的份上 也定会从轻发落 你又何必 撒下弥天大谎 什么使团遇袭 一个从未出过宫门的士兵 都能牵涉其中 可笑 原来公主 早就在这儿等着呢 若我真要与人优惠 就不会背着点人 非要如此的明目张胆吗 王后 浩兰伺候您这么久了 总不至于这么没有脑子 公然给别人抓住 把柄的机会吧 我愿意性命担保 今晚所说的一切 都是事实 堂堂续日宫女官 深夜与人幽惠 一条违背宫规 怕是洗不脱了 母亲 依我看 您倒不如成全了他们 这样既能断了流言蜚语 又显得母亲宽厚仁慈 王后 浩兰可以对天启示 我与这个卫兵没有苟且 这是阴谋 这是陷害 赐婚你不愿 真的要行幽闭之行吗 不知好歹 王后 够了 浩兰 你如此的不谨慎 真是叫我好失望啊 王后要将我的心上人许给谁啊 王孙重伤未愈 怎么随便丢出来了 来人 你们还不赶快扶他回去休息 喏 慢着 请王孙 你可知道 刚才你都说了些什么 王后 我跟浩兰两情相运 请王后御城 义人 你是为了救他对不对 母亲 母亲 他想阻止您赐婚 他想干扰您的处置 公主 难道我跟浩兰在一起 还要经过公主的允许吗 母亲 王后 今夜这魏氏潜入宫中 定是为了盗窃 浩兰特意前来 他才谎称跟使团有关 借此转移视线 待王后前来 他便又撒下弥天大谎 妄想借此脱罪 一个谎言成性的人 如何信他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浩兰是我的情人 又怎么会看得上一介魏氏 王后 我跟他 世人都知道该怎么选 对吗 王后 浩兰 我是秦人 不受赵人的约束 你我二人两情相悦 又何不可 何必遮遮掩掩掩的呢 母亲 王孙可是秦国来的贵客 身边 没有一个贴心的人怎么可以呢 其实 我一直都在为你物色美人 既然 你这般血爱浩兰 我便将她 赠予你 母亲 王后 多谢王后 浩兰出身名门 又是王后身边的人 义人不敢委屈 愿行正式婚聘 迎她为妻 义人 放开 义人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母亲 我不许 我不许这样 好了 来人 替我将公主送回去 你们走开 你们别过来 放开我 母亲 母亲 我是你的女儿 你怎么可以照顾我 母亲 浩兰 是我身边最重视的女官 你们的婚礼 我定会 差人精心筹备 绝对不会亏待了她 多谢王后 至于那个卫士嘛 拖下去 王后饶命 王后饶命 王后饶命啊 王后饶命啊 王后 原本 您将你的生辰八字 送去庙堂 从纳吉开始 六里缺一不可 如今世纪从全 就只能委屈你了 秦王孙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造成了多大的误会 公主雅 指你忧心复仇 故意设下陷阱 我若是不出现 你真的要嫁给那个卫士啊 是我考虑不周 但这件事跟你也无关啊 难道你就是为了救我 要牺牲自己的婚事啊 王后 在你跟公主雅之间 选择了他的亲生女儿 难道你还没看到他的无情 我出面 就算传到王上的耳朵里 也不过是一桩风流运势 不足挂齿 我不介意 不行 总之我不同意 不答应 不可能 你不同意 王后一定会将你逐出宫去 你还怎么替吕不为寻求公道 有时候 当你没有办法做出抉择 不如交给上天来处置 如何决定 刚刚摘了一朵韶药 放在其中的一只匣子里 你若是选中了 便是上天的旨意 若是选不中呢 若是选不中 无论多难 另想办法解决此事 是 我的人生 怎么能交给别人来选择 突然是上天 也不行 那么 你决定好了吗 六里未权 不成夫妻 既然是权益之计 王孙归秦以后 请另行聘取 好 我答应 谢王孙救命之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